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掌课的时候啊 谈到那个哲学啊 总是存在于不同的流派之中的 哲学的舞台是一个不同学派争用的舞台 我们不要希望有一种统一的哲学 如果统一的哲学实现的那一天是智慧的 能为智慧的悲哀 那么对于我这个提法 这个同学感到比较迷惑 难道中学派之间没有相通的东西吗 他们相通的东西是不是非常重要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为什么我们必须在哲学的领域当中保持一种不同学派的这个队列 和争论呢 必要性在哪里等等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这种学科的特征 如何来看这个特征 那么我会讲到 我在讲今天讲课的时候 就会提到这样的问题啊 诸如此类啊 有些的同学想的比较急了 把我们后来要讲的 我后来要讲的东西提前的问我了 那么我如果跟着同学的提问来讲课的话 那么这个课程会比较乱 所谓烧鞍物照 就像黑格尔说的 思想的事业是艰苦的文化工作 周公要烧鞍物照 这是在历史哲学的虚人里边讲的 好 那么我接着上一堂课讲下来 上一堂课哲学学科的基本特征 这一讲已经进入了第二讲 那么谈到这个哲学学科的基本特征 我们要讲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第一节 智慧德性的统一 那么在讲这第一节之前 我上一堂课就讲到了这个学问和基设 不是一回事 我举到了杨正宁先生对中国大陆的教育提的那些意见 他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哲学的修养 为什么对于一个从事这个学问的研究的人来说 是最基本的修养 并不可少的修养 因为我们不能把学问当成知识的单纯的接纳 实际上人类的每一门科学 它的进展都不是一种知识的线性接纳 我们以为这样 这是个错觉 好像比如说你研究一部物理学史 你就能够期待从里面看出人类的物理知识 如何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 一点点积累起来 其实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在中学学物理的时候会这样感觉到 因为教科学安排得非常好 是吧 循序鉴定 有基础一步步上升 是吧 这样呢 我们就会把人类科学的进步理解为一个知识的线性接纳的过程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科学的每一次真实的进步发生在它的革命中 什么叫革命 是基本范色的转范 我们换一个框架来看世界了 换一个另一种视角来看世界了 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刻破当前的科学危机 比如说一门物理学的危机 所以爱因斯坦意味着物理学领域中的革命 它的相对论 所以物理学就是这样进步的 它不是线性的接纳 它是有中断的 因为革命造成了一种中断 这种线性接纳的中断 实际上我们学习物理学也要跟着它来发生思想的革命才行 数学也是如此 你比如说小时候我们不注意 当我们第一次碰到丰树这个观念的时候 我们就要发生树论观念上的革命了 当然但是我们还非常年幼啊 也不知道什么叫树论 虽然我们第一个树论的观念是季兰树 说是季兰树 但是当我们要全部要去理解丰树的时候 丰树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发什么就必须发什么就必须发生什么 反射转换 否则你一辈子懂得你一辈子懂得丰树如何运算 但不知道这些运算法则的根据在哪里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运算法则 你对这个分数之观念没有真正把握 注定了你一辈子成不了数学家 所以在交到分数这个观念的时候 那个小学的数学教师得万分小心 他要帮助孩子们完成一次泛舍转换 这一次完成的好 将来就有可能成数学家 完成的不好就像我王德峰完成的不好 这一辈子没指望做数学家了 所以到了后来我学高等数学 碰到极限这个概念的时候 是跟他整整挣扎了一个学期 后来终于能进行危机分一计算了 对啊 但是我实际上不懂 我总终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样一个数它是确定的 但无限趋向于零 所以这实际上很故障 小时候底子没打好 没有数学教师帮助我完成一次又一次革命 我以为数学就是线性的接累 知识的线性接累 一步步好好的 谨慎的接累 挣扎 这不是数学学习的真实过程 所以教学多么要当心 要懂一点哲学 懂一点哲学 不是把应善的方法 计算的法则 交给大家就完事了 是吧 它是从数学思想的重大的演变 哲学 更是如此了 是吧 哲学更是如此了 那么我就不去多讲啊 那么现在我们看哲学和数学 哲学和其他的科学 数学不算自然科学 是吧 哲学和数学 哲学和自然科学 数学和自然科学是当代公论的 真正的知识 那么哲学和知识的关系又是如何的 我上一堂课已经开始讲 虽然考过了第一节 等会我们再回到第一节 讲到这个哲学和知识的关系的时候 我就讲到数这个观念 我们就追问一个问题 数是如何可能的 这个问题值得追问吗 肯定值得追问 等会我们就来谈谈 这种追问会产生多么有意义的结果 意味着人类思想的多么有意义的拓展 在根基上的展开 我们以为我们既然而然的有数的观念 那么试问这种数的观念 如何来到我们心中的 我们在一种反应论的立场上 从认为我们关于外部 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首先从感官出发的 感官接受外部事物给我们的世界 造成我们对外部事物的感觉的印象 这是自射的起点 对吧 一切经验从这一步开始 本来我们的心灵是一张白纸 对不对 等待着 外部事物在这张白纸上 留下他的痕迹来 有一个哲学家就这样看的 那叫洛克 英国的经验论哲学家 提出了白板说 人形本来什么也没有 是一张白板 我们通过感官 接受外部事物 获得印象 每一条知识 不管他这个知识 是多么高深的科学理论的知识 他的起点 他的根据都在这个感觉经验里面 那么试问洛克 术是否来自感觉经验 可以不可以问 我们总不能认为术 是外部的某种感性的特征 世界到我们的感官 五十一种特征 六十另一种特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些术 它是不是就是外部事物 就是外部事物 的自在的一种特征 这种特征 是就我们感官 让我们反映出 哦 无六人 肯定不是这样 是吧 这是显然的事情 所以术这个观念 不来自我们对外物的感性的知觉 那么我们问术是如何可能的 当然我们想我们不能说我们从娘胎里出来 心中固有了术的观念 这样想是走到另一个阶段 叫天父观念论 我们一定不能接受这种想法 术是后天形成的 术的观念对我们每个个人都是后天形成的 他如何后天形成 这个问题是 一旦追问起来就有意思了 然后哲学的思考就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那他给这样考虑问题 你比如说我们接受外部事物给我们的知觉 形成对外部事物的知觉 我举例子 比如说我就在这张白纸上 画黑点啊 画好了 大家眼睛睁开来看 都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然后我们说这里边有树吧 大家觉得是有树的 是对里看到的吗 看不到的 看到的是什么 底下说话就困难了 我不是说看到落干个黑点 一旦讲落干 数字观念已经来了 对吧 我们看不到 我看这件事情和落干也没关系 我只是在我对这黑点的知觉当中 哀刺的接受了几次次见 一讲哀刺啊 事情又来了 反正当我们则把我们的感官看成是单纯接受外部事物事件 我们无论如何形成不了素质观念 我们获得的是杂多 对吧 我们在观察这黑点的时候 我还不能说这些 这些就是服受了 我不能这样说 当我们在观看黑点 担负未定 没有担负受的观念 观看黑点时 我们刚刚看到杂 杂乱的 但是我们明明能把它数成 在这里数成什么 五 我们如何数成五的 它的前提是什么 第一 这五个黑点啊 不管怎么样 它都彼此不相同 对吧 我尽力让它相同 画得非常精确 我们电脑打印出五个中原点 黑点出来 看上去没有感性差别 这已经是种抽象的 它总是有差别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已经不理想这些差别了 我们把它看成五种相同的东西 我把这个杂多 阳释掉 抽象掉 我这认定 他们一也是相同的东西 第二 集合在一个单元里 它是一个集合 我用这两个认定 这就是说把杂多综合为一 在一个单位的意义上 在一个单元或一个集合的意义上 我才数了它 否则我凭什么去数它 数它的前提是 我不把它看成是各不相干的东西 对吧 尽管它们实际上各不相干 每一个黑点彼此之间都不一样 但我们不理睬这一点 我偏偏把它看成是相同的东西 把它看成一个集合 这是第一个前提 那么诗文这种前提如何可能 因为我们的感觉 只能挨斥的 足够的 足够的 去反映不同的点 结果对 我们说 好像是一眼看到了 五个黑点 其实所谓一眼望去 已经有统一的 单位的 整合的 集合的观念起作用了 其实我们不是一眼望去 其实我们分别的知觉了一下 对不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我们在接受外物事物 给我们的世界 或者我们知觉外物的时候 我们是在一个什么 过程中 我把对这五个黑点的 五次知觉活动 看成是属于 一个统一的过程了 对吧 于是它才是 一个单元 一个结合 外部零散的事物 被我哀斥的 去知觉它 为什么我能把它综合为业 因为心中有业 心中有业 这个心中之业来自哪里 来自我把零散的 分散的知觉活动 自若一个统一的过程 对吧 我今天来看一个黑点 明天晚上再看第二个黑点 到后天早晨起来 再看第三个黑点 尽管我可以把间隔 拉得很长 但是我把看黑点这件事情 纳落了什么 统一的过程 这种蒙面 表明人心是什么 这样一种存在 怎样的存在 它首先就是 时间性存在 我要把对外部空间的 不同事物的知觉 看成是在一个 统一的时间过程中发生的 由于这样一种新的能力 才可能把外部的 空间上的事物 结合为一个单元来看待 外部的东西都是杂多的呀 你如何可能把它说 这是一类事物呢 那是另一类事物呢 把它更为这一类的前提 是我们知觉它的时候 我们说 不管这些事物如何有差别 它纳落我一个 统一的知觉过程中去了 我所谓对过程的体会 时间之体会 否则你怎么知道过程 所以 从受的观念的始源问题 追到了什么 时间 倘若没时间 我们人不是一种 时间性的存在 我们不可能去数外物的 对外物进行计算 数数 数数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心中要有业 所谓业 就是把杂多综合为业 把杂多纳落一个集合 纳落到一种统一心中去 这种纳落到统一心中去的能力 是时间的体会 心对时间的体会 所以心的 心之为心 心灵的心 你一看就想到 这绝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比如说狗没有这样的心 据说狗眼人数数 狗眼给大家看了 那是训练出来的 他也不懂数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从数字观念的可能性问题 引导到我们认识到心 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 康德把这种心的能力叫什么 内感觉 我们对外部事物是外感觉 我们在感知外部事物 这个外感觉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有一个过程的话 这过程的基础在于心的内感觉 所谓心的内感觉 其实就是对时间的体会 对时间的理会 让人一下子搞错动物了 这是根本之点啊 我们把杂多的 封三的五个黑点 想象为统一的单元 然后数错五来 这种想象 你不能从心理学上去讨论他 他是鲜艳的 我们把我们从个别的知觉状态当中 解放出来 往来出来 往来只有五次不同的知觉状态 五次风扇的知觉活动 我们把这种自身 从这个风扇的知觉活动当中 解放出来 我们就把这五次风扇的知觉活动 综合为依赖 这乃叫一种想象力 这种想象力 他们都叫它鲜艳想象力 不是经验造成的 我们本有这种想象力 有了这种想象力 才让经验成为可能 这种想象力 为什么叫鲜艳的 还有另一层意思 就是说 我们如果想象一个 私生人面的东西的话 这种想象力 你不能说它是鲜艳的 它是鲜艳的 我已经看到过狮子 对吧 我也看到过人 我把这两个不相干的部位 结合起来了 有狮子的身体 有人的一个脸 死生人面 死生人手 我想象这个 长风公园的铁壁 算是用金子做的 那种想象是后天的 经验的想象力 而康德这里讲 让我们能数出 五来的那种能力 是什么 鲜艳想象力 它能够把杂多 想象为一样 根据在时间 我们是时间性存在 所以当我们追问到 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数的根据了 我们对数的根据的追问 就要追到人心 心的能力 而心的能力 我们追问到 能首先是时间中的存在 然后一问到时间 另一个很大的这些问题 优势展开 什么叫时间 我们小时候 可能想过时间问题 我想过 但远不如爱因斯坦伟大 爱因斯坦很小的时候 就是考虑到时间问题了 我也后来回忆 自己也想过 但是自己却解决了它 怎么解决呢 我想人类为什么有时间的观念 是因为我们看到外部事物 这个世界 这个自然界都是变化的 因为变化我就有时间观念 对吧 这样想自然吗 很自然 想完蛋就结束了 然后我就信安理的 人为时间之观念 来来自我们对外部事物的变化的 感知 我们要测量这种变化 所以就有时间之观念来了 那么变化是事物固有的 这一点我也清楚 所以后来大了 读哲学了 读到恩格斯反度灵论 恩格斯在反度灵论里边讲 时间是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 我听有道理 因为变化是事物自身的 想到到此为止的话 那么哲学是学了半调子 是吧 实际上时间 事物自身无所为时间的 不是变化 才证明时间的可观性 不是这么回事情 世界上的事物始终在变化 我们也不可能想到 时间的 我们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们已经学了科学了 我们已经有了流动的 时间概念了 物理学上的时间概念了 我们这样想象时间 时间是一种什么 均匀的流逝 每一点都是和其他一点是相同的 是临着到终点的连续 这个点就是瞬间 对不对 此一瞬间和下一瞬间 完全是一回事情 然后我们用空间的维度 空间的三维空间的那种维度 来比喻时间的存在方式 时间的存在方式 时间就是这样一个 一模一旦 不断的持续 像钟表一样均匀的运动 这就是时间 我们要知道这样的理解的物理时间 是对时间做了科学的抽象 逻辑上的抽象 我们要追问的是 让这种抽象成为可能的是什么 就物理时间本身如何可能 它让我们人不在时间中生存 我们绝没有观念上的物理时间 我们时间现在把事情正好倒过来 物理时间 流动的物理时间是客观的 然而我们对时间的感受是主观的 对不对 我们认为这个主观的是可错的 不属于真理 那个钟表在计算中的时间才是可观的 它对每个人都相同 对吧 我们这样想问题的 但是我们其实要追问的是 物质事物外部事物 本身没有任何所谓时间属性 我们有可能把世界领会为一个时间中的过程 这一点来自心本身的能力 那么再追问 心如何可能领会到 心会到时间呢 这一部分 这一追问就进入存在论 或者说哲学中的什么 本体论 一进入了本体论 那事情就更难 更难我以后要想的 我们没办法对外部事物 我们反应它 在反应的过程当中 我们反应到了事物自身的时间属性 我们不可能这样 我们除非自己是在时间中存在的 我们才把外部事物理解为过程 这样讲太早了一点 大家听起来比较累 我举一个例子而已 对吧 说明我们 当我们来讨论 事物的观念的可能性的时候 人类的思想被迫的 要进入极其精微的思考中学 这一点大家看到了 是吗 你想想 树是什么 树是这个事物的颜色吗 不是 这个事物的硬度吗 不是 这个事物的化学属性吗 都不是 但我明明用事物来属它 那么事物本身来自哪里 我们一想 它不是外部事物自身的属性 那么它根据在哪里 根据在心 一讲到心 接下去 心如何可能属外部事物 心在感知外部事物的时候 把感知纳到时间中去 于是我们是外部事物了 对吧 随到时间 一步步想进去 这叫极其精文之识 那是哲学 当然的诗 有极大的作用 叫许经用红 思考去精文 其后果去广大 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把哲学 只看到红的一面 翻一个哲学问题 大不大 很大 人性本三还本二 人性三 那个人说 人性二 不但有 很大概念 很大的问题 一下子把人给扮演好了 你要得这样的结论 此前你得什么 想到极精微处啊 你说人性二 你也拿根据来 使根据如何拿出来 十遍 哲学的十遍 要思到道理的 最精微处 才发现 这里边不是随便好想象的 就像我刚才讨论树的时候 是吧 要精细啊 这个戏不是世界上的戏 是威 要产物发威 所以抓到一个哲学问题 那就是要有意思了 当然有时候很痛苦啊 他把我们拖进了那种幽微之处 很难进行的思考 没有一棒的 没把手的 现在我们思考思考 科学问题有了这点 有这个八省 是吧 我到哲学的思考里边 如有力胜变呢 那第一步 给澄清问题 是吧 问题一旦被澄清 那被澄清 那精微之处一旦显露 好 我们就进入哲学了 而这种思思出来的结果 会很宏大 如果下这样一个断言 很大的一个断言的话 影响人类文明 影响民族 文化生命 所以哲学家在苏栽里边 有时候 就在发动什么 革命啊 消光是什么 消光的音乐是埋在鲜花丛中的什么 大炮 黑格的思想是什么 在哲学诗变的语言的掩盖下的一门 炮 靠的就是这样 黑格也是这样 所以哲学家的树栽是那样的平静 但是其实里边是什么 波兰起伏 静套海浪 因为在精微之中 这思考将引起宏大的结果 取尽用红 你拿一本哲学著作看 你为什么看得昏昏月碎啊 因为它进入精微之中的讨论了 你很可能就忘了却步 然后就拿它用来催眠 你看你睡不着觉 最好的一个方子不是催眠药 是什么黑格的小逻辑 或者一本精神线下去 是 林伯林林今天晚上就是 你先要把它当小说看 它它它实在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一看越糊涂 看了哪个眼皮重了 睡着了 那就好了 那是精微之心啊 不容易做 你做一点算一点 然后你的修养就来了 然后你考虑其他的一般的科学问题 就不一样 和别人没所学修养的论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反正不是描述的啊 我举了一个例子讨论是不 好 现在真的要讲第一节了 智慧与德性 学习哲学第一个前提要有哲学问题 好 我现在回答刚才我讲到过的一个同学的问题 哲学在猪流派的方式当中存在 猪哲学流派及其争论中存在 他们的相通之处是什么 问题 我刚才讲素素 讲到后来讲到心了 是吧 那个心灵啊 人类的心灵 讲到心之研究 那么各个哲学学派都要抓到这个问题 才叫哲学学派 当然今天还有一类哲学不这样做了 比如说 因为的风险哲学 取消哲学本来的传统的任务了 那是另当别论 一般而言 一部哲学史告诉我们 虽然有诸多哲学派对的对立和争论 他们的问题是共同的 那么研究心进入如何 如果心已经被领会到 它是必须去研究 比如说心首先是时间性存在 这件事情你怎么去揭示它 不同的学派 进入北 不要说不同的哲学学 更大一点说不同的民族 进入不一样 那陆向山王阳明 前面最早孟子讲那个心 这个进入是中国思想的进入 西方的苏格拉底开始讲那个心 但是没明确这么说 意思已经有了 到后来柏拉图 亚历斯多的一路讨论下去 也是讲那个心 进入另外的是西方的路受 他们就要争论 路受不一样 也是什么 取经运红 这个结果很宏大 宏大到什么程度 宏大到一个民族的命运本决定了 所以这个学哲学第一个前提是什么 问题意思 这个问题往往很大 有没有这个问题 能说几句话了 就以为动哲学了 那又错了 得经 许经 要精微之处来领会和产发意理 在这种精微之处产发意理的过程中 我们才进入真正的哲学思考 去 所以问题意思是进入哲学思考的第一个条件 但你要有问题 真把它们当问题去想 而且少年的时候就想弄不好你将来从思想家 是吧 你比方说 那个 陈景论 是吧 就是在中学的课堂上听到了各的八个猜想的 后来中生就要写的这个猜想 成了一个数学家的 这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